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网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86岁的张忠谋宣布 明年6月他将从台积电裸退 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没有张忠谋的台积电 还是那个台积电吗 而他决定要将他的棒子 交给共同执行长 刘德英跟魏哲家 外资持股高达八成的台积电 外资投资人对这样的人事布局 放心吗 我也是有了相当的好的心理准备之后 才决定 假如一个人可以长生不老的话 我会继续做下去 因为过去30年 的确是我的人生当中的很兴奋 很愉快的一段 我在退休之前 没有计划改变我的策略 退休之后 完全要看 他们两位的这个 performance 外资持股超过大约占八成 那担心董长退休后 会不会 无想这个投外资的持股信心 然后造成股价的波动 我想不会 我想不会抛股 那也许他们会觉得 终于这个人去了 也许他们会多买一点 我们这也才知道原来 Morris决定把三奈米厂留在台湾的同时 他也是决定要离开台积电的同一个时间 我们要告诉大家 他不去美国 这个决定对了吗 留在台湾其实有更多 我们看不到的美感 另外一个美感 大家没看透的 就是郭董 郭董买下了震荡通讯行 你看到的是 他多了160个据点 可以去卖夏普的家电商品 不过我们看到的不是160 是1500个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原来秘密就藏在上海黄埔江边 最大的那个LED 大大写着震荡行 到底在这个LED的后面 藏着什么秘密呢 那一开始 我请蔡总 大家来看看 今天的重磅消息 Morris决定明年6月要退休 来看看整个对投资人 会有什么影响 记忆想 其实张忠某交棒给年轻世代 我们早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今天5亿集就宣布了 大家在想 没有张忠某的台积电 还是台积电吗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的地位 他占台股的市值178 技术轻重 第二名的三倍 这个明天大家在关心股价 台积电的股价每跌一泡 大盘就跌16点 那外资先前这个预测 假如张忠某交棒有一段时间的阵痛期 所以保守估计市值挣花4300亿 你说明天股市可能大家要谨慎看待 为什么因为现在台积电来到空前的三高 第一个获利新高 一年赚了台币3000亿 第二个它的市值也是新高 将近6兆台币 第三个外资的持股空前的高点记录 80% 所以外资假如稍微调解 因为你宣布这样 大家对这两个不太熟 怎么可能我现在外资持有TSMC 已经80%然后因为这个再次加码 不可能吧 今年的股价它也涨了20% 所以大盘有人说 有可能会跌138点 蔡总今天讲到的是明天股市投资人 台积电会不会跌 大家很担心 幸福来到了现场 幸福来给我们看一下 今天Morris的这一项宣布 事实上我们录影的同时 他正在开记者会 你的观察是什么 好的我想其实以明天的股价来说的话 认为短线上很会受到影响 因为其实这个张忠谋董事长 一直是台积电的灵魂人物 但是其实他这次退休之前 为什么提早将近有9个月的时间做宣布 其实我觉得他是预先给市场打了一个预防针 甚至包括像一些先进制程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已经大部分底定了 可能未来5年10年的发展计划 张忠谋在退休之前 他已经都预先帮台积电做好规划 所以我认为短线上假设 因为这样子的消息 让明天的股价下跌 我反倒认为其实很多时候台积电 等不到一个好的买点 说不定明天如果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把股价打下来的话 我觉得投资人反而应该逆向去做个思考 是不是刚好是逢低进场 承接台积电的好机会 好 蔡总 我们知道Maurice是在台积电 这是第二次的退休了 他第一次在2005年那一次 他还保有董事长的这个名称 结果这一次 连董事长连整个董事 通通一起退了 对台积电来讲 少了一个仲裁者角色的台积电 接下来你觉得会怎么样 好 我们看一下 上一次这个交报 是2005年的7月交给了这个蔡理行 那当时股价的确有一段的稍微15% 就在这个地方15%的一个修正 但是那时候不太一样 因为台积电当时在2006要切入45奈米 那台积电在28奈米之前 跟三星 英特尔这些对手的竞争 他没有领先 是28奈米以后就一路赢到现在 所以张忠我交棒等于是说 我突然 我现在不管是未来的7 5 3奈米 我大概台积电都是赢对手 所以当时的这个交棒的话 他还不放心 我还没有赢对手 所以我要保留董事长来做一个仲裁 那现在是魏哲嘉担任总裁 这个职位台积电以前没有 台积电从创立到现在只有董事长 由刘德英来担任 所以他协论说我已经拿赢对手了 所以他让他们两个晃手去做裸退 裸退就是说我在董事 我连席位都没有 观众也许不知道台积电一起的董事 一年的报酬多少 五千一百万 所以今天他连这个他都可以不要拿 对 而且他留在董事会 其他的人难做 你要交棒 张忠谋在董事会里面 假如重大的议案来表结的时候 张忠谋假如棘手 其他人会不会 你敢说不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张忠谋裸退 就是对台积电领先对手 非常有把握 好 进一步我觉得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来看 其实在这次张忠谋 他把棒子交给了魏哲嘉刘德英 他是董事长 他是总裁 蔡总的告诉我 少了总裁者 太阳不见了 那变成两颗太阳浮上来了 谁比较大 对 假如按照这个过去的台积电的 这个编制来讲 我觉得董事长刘德英是比较大 因为总裁是没有这个职称 但是现在外资就会对这个疑虑 因为需要一段是磨合起 其实他们两个个性差很多 都是研发起家 也都是美国名校的奠基博士 但是刘德英的话 个性是什么 沉稳内敛 常常扮演什么 刹车的这个角色 但是魏哲嘉的话 幽默直率 他一讲话的话 大家哄堂大笑 那他们都分别有战功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在1993年到98年 才加入TSMC 那时候TSMC已经成立一段时间 但是刘德英的话 他是第一座的12寸晶圆厂 是他盖的 蔡里昕先前的CEO是第一座8寸厂 所以等于他的代表座是12寸晶圆厂 后来也让每个月量产超过十万片 那个跟对手的差距就拉开了 而且对手也没有办法模仿 那魏哲嘉也很厉害 魏哲嘉在2003年的话 0.13为名的同志成的良力提高了 也跟这个对手拉开了 但后来比较不一样 2009年以后 这个张忠谋就指定了魏哲嘉 你去管一下那个业务 所以他又身兼了南京厂的董事长 为什么南京在大陆 他用不是最厉害的 但是以后台积电的很重量级的客户 一定是在中国大陆市场 所以这两个现在未来的 他们的个性的磨合 然后双手上置的话 这个运作初期一定 大家还没有办法很熟悉 这个就是外资的疑虑 其实我们退一步讲 八十六回老人 你是要他当董事长当多久 要退那是一定没有办法回避的 只是说选在今天突然间 宣布这件事 大家还是觉得受到蛮大的惊吓 为什么 你才刚刚宣布三奈米要留在台湾 台湾留住的台积电 台积电留不住Morris 好 那讲到了这个三奈米 我们看到这个台积电宣布了三奈米 为什么 因为根据这个内幕消息 就说小英政府一定要把TSC的三奈米给留下来 你不是武切吗 切水 切电 切工 切地 切人才 好 现在蔡总统交代了这个 你就是给我这个搞定 解决问题 今天台积电需要什么 关于水电工地人才 通通一个一个解决 蔡总先来跟我们讲一下 三奈米有多重要 他对台积电来讲 几乎就是下一个世代的定海神针 赢得了三奈米台积电赢了 台湾也赢了 对 这个三奈米的话 就是台积电跟对手 这个过去十几年的奈米战的终极 张中某讲 三奈米做得出来 但二奈米的话没有把握 所以这个终极 我们不要说前面的奈米战 我们赢了十几年 最后的一里路 你没赢等于没有赢 所以对台湾非常重要 那就是卡在缺电跟还品 但有一个创投的这个专家 黄奇眼就说 其实台积电为什么去美国 他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 你郭董投资100亿美金的话 大概可以见到川普总统 那假如张中某投资的更多 跑到美国去投资 其实川普不见得会见你 这什么道理 那Morris有矮郭董一劫吗 我告诉你 台积电的股票挂在美国ADR 而且台积电80%的外资 大多数都是美系的外资 所以川普的眼中 你这个台积电 也是美国的公司 你回来本来就该回来的 所以不会特别的重视你 今天如果就事论事 今天Morris这么大一个事业体 如果到美国去 定一个三奈米厂在那个地方 开玩笑 你的人 你的就业人口 整个大大的提升了 不是这样 美国很厉害是汽车装配的工人 但是汽车装配跟金银代工 两码事 你也有人才 但是你马上可以衔接吗 你是不是要这些很多工人 都要经过一番的训练 请问美国这个人才吗 没有嘛 所以台积电不会去 再过来很重要 美国那个法令规定的 非常的复杂 你现在回去的话 在美国 要受美国的法规 那很多的事情 你要公开 台积电赢对方 就是这些技术专利 你假如根据法令 你要公开的话 他的智慧财产权 以及可能会外流 蔡总 今天也不只是二选一 不是说非美国 就一定要在台湾 他也在南京设厂的 不是吗 为什么非台湾不可 有什么美国在后面 第一个 一定是群聚效应 再过来很重要的 你说电 其实当时台积电最担心的 就是缺电的危险 但是这一次你看 蔡政府怎么样配合 你看我们说五奈米 五奈米一年的用电 75万千瓦 这什么概念 东部的概念 整个我们花莲 台东的 整个花东的用电 就一个五奈米厂 就等于了 对啊 我们用的那个集纸外观 我们讲很多次 那个用电很凶 再过来 新的三奈米的话 更耗电 用电量125万千瓦 那我三加五奈米用起来的话 整个河山厂的供电量 那你怎么把电挤出来 那为什么提前宣布 因为现在政府保证 马上宣布台电扩建 三座的超高压编电所 一共可以增加150万千瓦 好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张忠募你要五毛 我蔡英文就给你一块钱 让你以后只要花生 815的大停电 检修的话不怕 台积电的三奈米 这个供电没有什么问题 至少台积电的五奈米 然后三奈米在旁边 他本身也有一个群聚的效应 所以你说今天我的三奈米厂 确定落脚在台南 我就蹭在五奈米旁边 所有隔壁厂 都是我台积电的人 对 这样的话 他本身落脚这个南科 成本至少就打了七八折 是 说到了群聚效应 现在是自己台积人 大家当邻居 还有更多人想要蹭着Morris 要赚台积电的钱 对 所以不要说台积电在台湾 投资5000亿 我们缓拿要更感谢Morris 他会带动的一个投资 可能有7500亿 相当一个前瞻基础建设 你看一下 你看全世界做半导体设备的 都来这里 包括最大的这个硬材 在台湾也设厂了 第二大的科林 然后艾斯摩就生产EUV的 他也在华雅科学研究 还有另外一个科 在这个地方材料几乎都来了 你看默克化学就在这个南科 然后日商的这个信业 还有日商的关东化学 还有日商的化成福吉米 然后下游 今年代工下游就是封测 热光细品历程南茂 每年资本支出有400亿到700亿 所以全部加起来的话 台积电就像一颗大磁铁 把这些的产业吸在这个地方 对台湾形成一个正向的投资循环 蔡总现在提到了 从设备材料到封测 这个是最下游的 设备是最先端的 整个工厂要set up 起来 材料说的是什么 IC的材料 换句话说 整个上上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通通一条龙 蹭着Morris 蹭着台积电 都来这边形成一个群聚效应 但进一步 清皇来告诉我们 我们一直在讨论 就是3奈米 5奈米 刚刚又听到了7奈米 这个奈米来 奈米去的 又有一个EUV 我说 这个3奈米为什么它成了 台积电就成了 台积电成 台湾就成了 3奈米为什么这么重要 没错 因为讲到晶圆 奈米的制程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象征的是什么 是一个技术的优势 所以张东谋在上个礼拜 初期交代EMBA校庆活动的时候 特别有提到说 当年1998年的时候 他曾经跟人家一起对谈说 关于摩尔定律 什么时候会消失 什么是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就是说 每隔18个月之后 你电晶体的数量会再增加一倍 电晶体的数量越高 象征你的效能当然就越高 那怎么样可以让电晶体 可以在晶圆承载的数目越来越多 就是你的电路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它的怎么样 它的电路承载速度就会成长一倍 那这样的摩尔定律是怎么样的 张中谋跟人家在打赌 就说看多久的时候会消失 但张中谋那时候赌的是15年 那另外一位赌的是10年 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15年过去 摩尔定律看起来 还在持续当中 所以摩尔定律就在晶圆上面 它载了很多的电晶体 我今天一开始 技术不是太好的 电晶体只能载的数量就这么多 电晶体越做越小的时候 里面能越载越多 怎么越来越小 奈米越做越少 就是它越来越挤 可以并排在这个地方 没错 它的数量可以越做越多 但是它会有紧绷 但是大家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会到尽头 所以张中谋就说了 说什么呢 对台积电来说 10奈米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通通通都没有问题 所以当它点名的时候 你有发现点到最小 已经是3奈米的制程 那接下去 他有提到2奈米的事情 大家眼睛都更亮了 对不对 他讲到2奈米 但是张中谋还有特别强调说 2奈米现在做得成做不成 还要过几年才会知道 所以2奈米有不确定性 换言之 在张中谋眼中 现在一定会成是3奈米的制程 也就是说 这个3奈米的制程 有可能是张中谋在卸任前 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站 好 回过头来 终极能确保 能够做得到的就是3奈米 再耗电 再耗水 政府已经 你把台积电 你就留下来 好 台积电终于 我们把它留下来了 但3奈米 它要怎么样 磕出这么这么小的电晶体 没错 大家听到奈米的时候 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比方 100奈米相当于是人们头发的 六百分之一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想见说 如果已经走到10奈米 3奈米的话 这比六百分之一的头发 法师的大小还要更细 那么在这里面 大家就会想说 那这个晶圆制造的流程 前后到底哪一些是关键 所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晶圆制造的流程 首先会先有个基板 然后再把金属见度到上面去 见度到上面去的时候 在下一段会干嘛 会在上面涂一层光阻在上面 光阻涂在上面 会有一个光罩 在它更上面的地方干嘛 这光罩把一些部分把它遮起来 遮起来 遮起来 然后接下去干嘛 开始对下面做打光 把紫外光打下去 紫外光打下去的时候 这一层光阻 因为它的材料特性的关系 紫外光打下来之后 它就会被破坏 被破坏了之后怎么样 就接下去开始用离子树 对下面这个地方 开始做所谓的石刻 石刻之后 就把这电路一层一层的 把它石刻出来 石刻完了完成之后 我接下去 把剩下的光阻怎么样 全部都去除掉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我们在刻印章 那个阴刻阳刻的概念 各位我们再看一次 你今天就是基板 整个构建完成之后 光照Mask要上去 被照住的就是要 准备丢掉不要的 留下的这个空隙 紫外光打得进来的是 接下来才是我要留下来的 几个重要的部位 然后它在下面 用离子树去对它做石刻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关键在哪里 各位我们现在看光照这个地方 你这样看好像很大 对不对 对不起这光照也是跟着 奈米的关系 它要越做越小 这道光打下去的时候 其实在当时 因为当时的光的极限 能够让它做到 就做到差不多65奈米这样的制程 做到65奈米的制程 发现这光的技术 没办法突破 没办法突破 它怎么样 大家就卡关 半导体业就遇到瓶颈了 这什么概念 很珍惜它你讨论3奈米 你那个隆隆的 高已经65奈米就走不下去了 没有错 所以在当时干嘛 台积电要早突破 就我不能因为光的问题卡住 我制程不能继续往下走 所以台积电当时的研发副总林本坚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干嘛你知道吗 加水 为什么要加水呢 加水 在镜头 在这个打光的镜头 跟晶圆之间中间加水 那不是会折射吗 对 就是要利用光的折射 利用光的折射可以干嘛 可以让光的波长变得更短 变得更短 它就可以做出更细的这个电路出来 今天把光的波长变更短 它的穿透性会更强 穿透性更强的概念 你把它想成光刀的话 它就更锐利了 没有错 所以这个林本坚所提出来 这样的概念 有一个名词叫做 浸润式的微影技术 你看到浸润两个字就告诉你说 泡在水里有关系 那个光打下去泡在水里折射完之后 出来一个更细的光出来 然后所以呢 它能够帮助它的制程干嘛 可以继续往下口 可以做出更小的奈米的制程 好 刚刚是65奈米已经是天弦了 现在往更细为再往下捅下去 就是40奈米 那接下来呢 你还要再找第三道光吗 因为台积电还有其他的技术 所以这个所谓的光的浸润式微影技术 再加上多重曝光等等的技术 让台积电一路打到10奈米 通通都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讲到了 3奈米你怎么办 刚刚跳出了一个EUV 一个紫外光 听起来也很厉害 跟刚刚那两道光差别在哪里 它是不是不太一样 因为第三道光 它们期望是EUV的这个极紫外光 这个极紫外光呢 它的波长更小 更小干嘛 有办法配合台积电钢瓦技术 做出更小奈米的制程 可是他就会问一件事 这个科学家所找出来的EUV的极紫外光 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光从打出来之后要干嘛 要经过六道镜子的折射 所以你看这光打出去 一道 两道 三道 四道 五道 六道 最后打到晶圆上面来 那打到这六道折射的过程 才会有办法让它的光源 变得更细 变得更小 好 我刚刚讲到的 193是它的波长 对不对 那两道光的波长 现在只剩多少 剩13.5 压到更低 还要再低 那也代表说它穿透性更强 也就是说这把刀更锐利 没有错 那这个极紫外光机 还真的很不好做 我们刚刚讲说 你是不是要打了几道 六道镜子折射下來 才有办法做出这个光 可是你知道吗 这镜子不是你我在家里面 照自己的那个镜子 就可以做出来 它用特殊的材料 用细跟木做成特殊镀膜的反射镜 之后它才有办法像这样子打出来 所以打出来之后 你知道这每打一次的光 能量就会散失掉三成 所以打到最后光源只剩下2%而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告诉你说 大家讲说极紫外光机非常的耗电 原因就是因为光在折射的过程之中 很多能量它就跑掉了 98%几乎就是散在空中了 换句话说 刚刚泡水净润式是用折射 现在用镜子就用反射的 反射了6次之后 只有2%可以用 对 所以它就变得非常耗电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 你今天要留住台积电 你在电力的供应上面 你真的要确保无余 但是这样的极紫外光机EUV 搭配我们刚刚讲 净润式的围影技术 就可以帮助台积电怎么样 把那个光打得更细更小 让他们做出更小的制程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 为什么台积电技术 我们敢在这边看说 它是领先三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台积电要到3奈米的制程 才要全面导入极紫外光机 他们在7奈米制程的时候 只有局部导入极紫外光机 他们还是站在以净润式 围影技术为主 所以它的良率是好的 因为这是已经熟成的技术 可是对三星来说 它到7奈米 它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靠这个净润式的技术 它一定要7奈米 就要全面导入极紫外光机的技术 就像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以前 大家做晶圆代工的时候 还没有用过的制程 所以三星在这块的良率 大家就会令人很担心 可是相对 对台积电7奈米来说 它用的熟成技术在这边 所以你可见的是 它的良率 就会比三星来得强 而且想到一个成本问题 这个EUV不是一台 听说要好几部的这个 30亿 30亿 然后好几架的747才搬得过来 换句话说 你用EUV做出来的7奈米 跟用浸润式的做出来的7奈米 谁成本高 当然是EUV做出来的 没有错 所以你就会发现 台积电在7奈米 光是在这个制程上面 它相较于三星 在成本结构上 它也一样 有事 好 谢谢金黄 一件刚好 可以耽拗这个 有没有 能不能够